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北地区东部的不少地方和西南大部地区就是多阴雨寡照天气 虽然这个雨量不大 但是还是给秋收秋中带来了一些麻烦 那么预计未来一个星期西北地区东部将会是以晴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当地可以抓住这一转机及时地完成秋收和秋波 而西南地区的阴雨天气还将会是比较多的 对于土壤过湿的地块还得继续做好 翻更散伤 那么具体来看预计在11号的时候 西北地区东部和西南地区大部都将有短时的阵雨天气出现 那么这个也与我国东部地区以晴为主的天气格局 形成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 到了12号 西北地区东部将不会有雨水出现了 像前一天有雨的甘肃东部 陕西南部 宁夏南部和青海东部都将会转晴 无疑对秋收的继续进行是有利的 不过西南地区还将会是以阴天为主 并且会出现短暂的阵雨天气 那么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 来合理的安排好各项农活的进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省区重点预报 一会我们接着聊 北京10月11号会是晴道多云 黑龙江11号会是晴道多云 吉林11号会是晴天 辽宁11号会是晴天 天津11号会是多云天气 南蒙古11号将会以晴为主 新疆11号北部将会有小雨 宁夏11号会是晴转多云 青海11号南部将会有雨加雪 甘肃11号全省会是晴道多云 陕西11号将会是阴转多云 西藏11号东部会有雨雪 四川11号将会有镇雨 重庆11号将会有小雨 贵州11号将会有小雨 云南11号将会有镇雨 山西11号会是晴天 河北11号将会是晴天 山东11号会是晴天 河南11号会是晴天到多云 安徽11号会是晴天 安徽11号会是多云天气 江苏11号会是多云天气 上海11号会是多云 湖北11号将会有晴天 湖南11号将会有小雨 江西11号将会是多云天气 浙江11号会是多云天气 福建11号将会有小到中雨 台湾11号将会是多云天气 广西11号会是晴道多云 海南11号将会有镇雨 广东11号会是多云天气 秋天雨水都对于西北地区 东部和西南地区来说 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因为降雨对水库 池塘和水田蓄水 以及预防来年可能发生的春汗 都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西北一些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个时候地温比较高 土质结构又比较疏松 绵绵秋雨能够较深的渗透到土壤里 可以保证冬小麦播种出苗 还能为来年庄稿的生长 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再见